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卦与子将 据美国媒体报道 全新的全球最富有王室榜单新鲜出炉 许多人一定意想不到 全球最有钱的王室成员 居然不是中东石油王国国王 也不是国人数值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而是泰国国王马哈 据外国媒体报道 泰国国王的总资产达到了430亿美元 相当于英国女王资产的80倍 泰国王室的律师要追溯到1782年 就已统治泰国的曼谷王朝 一直到今日都还存在的泰国王室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统治 早已经积累下巨额的财富 要说泰国王室能够在二战后 还能够保有如此庞大的财产 在2016年10月13号去世的泰国前国王拉玛九世 普密蓬绝对是第一功臣 1950继位的泰国普密蓬一开始只是虚军 仅仅是国家的象征而没有一点权利 当时的泰国各方势力普遍都把普密蓬当作橡皮擦 但很快泰王普密蓬由虚军转为实军的契机来了 1957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沙利总理 为了恐固自己的地位 特地重新塑造国王的权威 建用国王来为自己地位的合法站台 自此泰国历届总理往往都会开启对泰王的造神运动 以此来稳固自己的权势 所以在1957年开始 泰王逐渐从虚军走向实军 在政变频繁 局势动荡的泰国成为了仲裁者 影响力遍布全国 而在国内取得绝对超然地位的泰王普密蓬 语然恢复了前代作为专制君主的种种特权 更是凭借特权垄断了国内相当一部分的行业 比如泰王拥有全国最多的土地 同时也是泰国最大的收租人 每年光租金就有好几亿美金 而且泰国国内外想要在泰国做生意的人 大多都会让泰王参股 期望凭借泰王的权威为自己的发展护航 泰国王室得以与上百家公司有直接利益关系 而这些资本家也有给王室捐款的习惯 再加上每年泰国政府都会为王室下坡数额不菲的财产 泰王的全球最富有王室之名 当之无愧 泰国如今依旧保留了王室的统治 马哈国王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拉玛时事 别国的王室只有象征意义 但泰国王室却手握实权 成为了全球最有权势的男人 泰国王室的苏提达王后苏提达高招不断 结盟帕公主排挤士尼娜 王后之位固若金汤 都说一入宫门深四海 苏提达的人生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原本只是泰国航空公司的空姐 没想到能在飞机上邂逅马哈国王 从此人生大有不同 原本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空姐 却能够逆袭为泰国王后 中间跨越了无数个阶层 苏提达的娘家是选美世家 祖母曾经当选先罗小姐 因此都是各顶各的大美人 泰王王室及其传统 历代王后都是名门嫡女 为王室立下了汉马功劳 然后到了马哈国王这里 全部都变了样子 除了原配宋沙瓦丽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年轻貌美的平民女子 即使马哈国王身边美女再多 苏提达却能够一枝独秀 突出重围后 加冕成为泰国王后 苏提达虽然是一双膝盖跪进王室 但情商和智商是公认的 得到了整个王室上下的赞赏 最近 逊尼娜贵妃被无罪释放的消息 刷爆网络 苏提达王后也瞬间不淡定了 逊尼娜是自己曾经的死对头 好不容易才被扳倒 如今泰王一句话就重新复宠了 42岁的苏提达最近高招不断 开始为自己和肉子图谋后路 这才短短加冕一年多的时间 苏提达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落 也积累了很多的宫斗经验 如今爆出施尼娜贵妃附宠的消息 苏提达王后早就知晓此事 因此之前就开始联盟怕公主 苏提达思虑周旋 只有得到大公主的支持 才能解开今天的围困 泰国王室尊卑分明以血缘 做出了严格的划分 王室的王子和公主地位 要高于嫁进来的王妃 这一点跟我国古代很不同 苏提达思虑贵为王后 但实际地位却并不高 马哈国王风流倜傥 一身红颜知己无数 其以下的子女也不少 但从出身来讲 怕公主绝对是佼佼者 生母是太王原配妻子 自己也是名正言 顺是泰国嫡公主和长公主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怕公主就相当于 当年的士林通公主 才能出众备受尊敬 纵杀玛丽王妃一直不得宠 结婚不久后 泰王就爱上了小演员 于瓦达 给公主的童年 造成了很多的创伤 怕公主才貌双全 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 成为了马哈国王的左膀右臂 泰国大公主经锅不让须眉 如今已经能在王室独当一面 得到了姑姑是林通的真传 42岁的怕公主和苏提达同岁 但两人在法律上却是母女 怕公主是太王最出色的女儿 因此被王室给予厚望 很可能跟姑姑一样被册封为女王主 最近怕公主亮相曼谷 访问世界中央大厦商场 出席了皇家计划基金会 与K-Star大学联合举办的活动 虽然是王室公姑 但怕公主也是爱美之人 期间也顺便逛起了商场 当天怕公主一身金色礼服亮相 五官精致身材窑窍 展现出了泰国公主的风范 大公主外出比有派头 简直就是前呼后容 大有古代公主出访的感觉 熟知泰国王室的人都知道 所有王室成员地位至高无上 老百姓都需要匍匐跪拜 怕公主在逛商场的时候呢 导购自然要跪地接待 否则呢就会被治一个大不尽之罪 怕公主无论能力还是血液呢 都甩弟弟提帮功几条街 最大的劣势就是女儿生 当年是灵通也是如此 可见王室并不看重能力 重男轻女的现象还是很严重 现场的怕公主在瓷器面前驻足 对中国的传统瓷器很感兴趣 导购也尽职尽责进行讲解 很多网友纷纷感慨 泰国依旧保留了传统的跪拜制度 王室成员出行的时候 就像是在看古装剧 虽然怕公主和苏提达同岁 而且两人的身份还是母女 但还是怕公主地位要尊贵一些 怕公主身母是贵族女子宋沙瓦丽 苏提达虽然年轻貌美 但也只是一个平民女子出身 无法能和怕公主一较高低 都说天狱弄人 如果宋沙瓦丽生育的是一个王子 那么这个孩子就是名正言顺的拉玛十一世 如今怕公主只能跟苏提达联合 结成同盟来对抗未来的风险 为了弥补宋沙瓦丽王妃 太王继位的时候 侧封前妻为义母妃 怕公主也获得了中将的军邪 虽然得不到太王的爱慕 但宋沙瓦丽母子能够有一辈子的庸华富贵 也是马哈国王最后的温柔了 怕公主呢是出了名的孝女 不光是马哈国王的左膀右臂 而且还尽职尽责的照顾卧床的母亲 如今太国王储之位没有定下 想必怕公主的心中也很忐忑 现在名义上的太王是马哈 但所有的公务却是士林通公主在处理 苏提达也想延续这种模式 扶持自己的儿子登上王位后 怕公主则是摄政王姐 计划一直都进行的很顺利 没想到士尼娜却跑出来搅局 苏提达和怕公主已经捆绑在一起 如今自然呢也会联手对付士尼娜 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泰国王室是世界上最土豪的王室 资产高达300亿美元 因此立身为王储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算现在的苏提达低调不少 但王后之位依旧固若金汤 从王室公布的官方照也能看出 苏提达得到了势力及太后的支持 每次婆婆过生日的时候 苏提达都会以儿媳的身份 侍奉在身侧 给了她很大的勇气 斯尼娜即使再受宠肯定呢也越不过苏提达 说到底也只是个妾师罢了 苏提达只要沉住气 不要像戴安娜那样跟王室对着干 今后的前途还是一片光明啊 其实做到苏提达现在这个位置上 太王喜欢谁呢根本不重要 只要把握好王储之位就能够一招制胜 毕竟马哈国王已经68岁 也是时候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斯尼娜呢只是眼前风光 西夏却并没有王子 因此这样的宠爱持久不了 而苏提达则能够后继薄发 只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就能够扶持自己的儿子继位 好了今天的八卦与子将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